上次就介紹過 很適合我們香港人口味的雞煲 今次就來介紹一樣 同樣都是很適合我們香港人口味的食物 牛腩牛雜煲 所謂的牛腩牛雜煲 我就覺得其實只不過是將 我們平時在粉麵店吃到的牛腩牛雜 變成打邊爐形式來吃 所以好到實說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食物 只是由於在吃的時候底下有個爐 在不斷幫我煲加熱的關係 所以牛腩牛雜會越煮越入味 另外如果你好喜歡腩汁那種味道的話 吃完所有牛腩牛雜之後 你還可以用些腩汁來打邊爐 而在廣州煮單牛腩牛雜煲的餐廳 真是開到成寒成市 其中比較出名的應該就是今天介紹的這一間 在廣州有7間分店的牛小組牛腩牛雜煲 正如剛剛所說牛小組在廣州有7間分店 不過說到生意最火爆的 一定是位於體育西環街上面的這一間分店 我們可以搭地鐵來到體育西路站的H出口 出到來之後立即U-turn出回大街 然後轉左一直向前走 去到第一個路口就是體育西環街 牛小組就在你的左手邊斜對面 而其實這一條體育西環街 本身就是一條廣州非常出名的食街 有很多主打不同食物的餐廳被大家選擇 而且大部分生意都是非常火爆 大家下次來廣州的話都可以考慮來這一條街上覓食 說回我們的牛小組 雖然牛小組作為一間連鎖店 但它的裝修可以說是非常簡陋 完全不像一間連鎖店的格局 當然節省了裝修的成本 食物的價錢就可以買得更便宜 牛小組可以說是一間非常值得的餐廳 最焦牌鏡牛腩牛雜煲 細煲只是買108元 我和朋友只點了一個細煲 再加多一碟炸腐竹 已經爆到幾乎吃不下 連賣飲飲加加賣賣都只不過是148元人仔 人均消費只是差10元左右 所以真的很貴抵食 而牛小組除了最焦牌鏡牛腩牛雜煲之外 還有正牛雜和正牛腩的煲 另外還有加牛筋圓和牛尾的牛雜煲 而為了迎合其他地方人士的口味 這裡還有香辣味可以選擇 不過就要另外加10元雞 我們通常都說便宜沒好好東西沒便宜 這裡的牛腩牛雜煲買到這麼便宜 究竟好不好吃? 老實說跟你說是非常好吃 就一定是騙你的 至少他肯定沒有嘗試介紹過的真真好吃 沒有它那麼軟而且沒有那麼入味 它的水準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跟平時在香港的粉麵店裡 吃到的牛腩牛雜差不多 牛腩不會說硬到咬不開 而且會吃到一股幾香的花椒八角香味 另外份量都算幾多下 有十幾塊夠夠都很大塊的牛腩 所以真的會有一種吃也都有的感覺 相對而言這裡的牛雜就比較普通 不單止份量比較少 我們這一鍋主要吃到的都是牛腩為主 沒有其他部位 而且牛雜味不是太重 像是街邊牛雜的貨色 所以感覺上就一般 而除了牛腩和牛雜之外 這個鍋底下其實還有其他食材墊底 譬如有蘿蔔和豆腐等等 不過我講到最好吃的一定是那些麵筋 因為是完全吸收湯汁的味道 所以就變得超入味超級好吃 最後就講到我們另家的炸腐竹 這裡的炸腐竹是非常之大塊 真是大過臉 而且是炸到非常酥脆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就有點像響鈴 重點是這麼大盒炸腐竹 都只是賣十元雞人仔 所以真是很值得吃 不過牛小組既然收得這麼便宜的價錢 大家就不要期望它會有好好的服務 譬如上了煲之後 爐是要自己開的 而我們坐的位置是比較角落頭位 所以有時想叫人來加水 舉了好耐手都不會有人應理 雖然檯面上是有個鐘可以按的 不過我們試過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這間店真的夠便宜 所以我們覺得都值得介紹給大家 介紹完今次這間牛小組之後 廣州篇我想就要站高一段落 接下來計劃會介紹廣東省的其他城市 希望大家到時再繼續支持我們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 阿倫 謝謝 謝謝